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部分当然就是这一栋最具有中国现代建筑特色的管体建筑 这个建筑在当时复兴中华文化那个年代 高层蒋中生先生总统 他觉得不够中国化太西洋了一点 那如何跟王大宏先生建筑师做折冲 那这个足足有两年的时间 我们看到的国父纪念馆就这样子产生了 我们看到国馆诞生以后的日常 特别是他的飞场 这两个轴线 我们就以时空胶囊 时空隧道的形式呈现了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一面是市民的朋友的艺文的这样子的角度 另外一面则是政治的国家的外交的这样子的面向 那历来的总统每一位都在国父纪念馆留下了深刻的密集的足迹 那这段历史我们也呈现了 展览中除了展出国父思想足迹以及使用过的物品 还有国父Q版公仔呈现国父不同的形象 馆方更以民众的角度策展 记录来馆参与的精彩活动与珍贵的回忆 大家熟悉的大会堂 三金金钟金奖金曲 多年来都在这边举办 那这个大家熟悉的明星影像电影 陪着我们走过了这多十数年的岁月 最后一个主题 我们展望国父纪念馆 你我的共同的未来 这一块我们把过去名家的足迹 国父纪念馆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 大家可以想象 它是一个新的开始 正好向我们的展题的名字 五十而立 未完待去 国父纪念馆期盼透过展览 回顾半世纪走过的点滴 重温与民众共有的回忆 一同迎接下一个五十年的璀璨风华 记者王一勤台北报道